好了啊 那么我们这这课的话来学习一下啊 用AI软件来做出这样的一种这个 涂鸦的一个字效啊 那么要注意啊 这种字效并不是说我用什么呢 用这个 画笔去一个一个给它画出来的啊 那你看这么多的线条 对吧 你让我去画那 虽然说也可以 但是比较麻烦 对不对 也不是用钢笔工具去勾出来的啊 那这个字体我们做完之后 而且可以干嘛 哎 还可以去给它改变 那比如说我给他改一个小广老师 你看 对吧 你看是不是可以做出任何的一个字效啊 对吧 包括像你想要输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字啊 都是给的 比如说我们 野马教育 对吧 你看是不是 对吧 所以说并且说这个颜色上面 我们还能够去对它进行更多的一个改变啊 好吧 好 咱们发不多说 哎 看这种效果 它是怎么去给它做出来的啊 啊 那么我们在这边的话 首先输入 选择这个文字工具啊 输入我们所想要去 做的这样的一个字体啊 那我这边的话就选择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选择这个design啊 选择这个design 好 选择完之后啊 注意啊 这里不要去转取啊 不要去转取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的话呢 首先选择这里把它的颜色啊 给它关掉啊 把颜色关掉啊 关掉之后呢 我们点击窗口 窗口里面有个外观 咱们把外观去给它打开啊 咱们把外观打开 然后点击它的这个右上角啊 这里有横杠 然后呢 我们选择一个添加新甜色啊 注意啊 这里呢 我们去额外给它添加新甜色 这个新甜色 咱们先不用去管它啊 好 然后选择它 注意 这里还有很多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呢 只选中这个甜色 选中之后 我们选择效果 风格化 它里面呢 有一个涂抹 哎 那其实基本上咱们这个功效果 它也就出来了 好啊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详细的来讲一下这个涂抹里面的一个 选项啊 选项啊 它里面的选项 它其实首先 第一个 它有默认会有很多的一个效果 对吧 比如说这个默认值啊 对不对 涂抹呀 有密集呀 对不对 它有更多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去 自己去看啊 自己去看 但是呢 这里如果说你直接选择这个的话 可能 因为你这个文字的一个大小 什么什么的 对吧 它会让你很不合适 所以说我们还是必须要知道下面的这些的一个参数 好 那首先第一个 这个角度就不用讲啊 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它这个角度是干嘛 啊 那我们先调一下别的吧 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两个 好 你看啊 这里是不是有个角度 对吧 就是它这里 波动 或者说它这样的一个变化 它会跟是沿着这个角度来的 看到没有 它有一定的这个角度 对吧 那你可以是这样 它就往左上角 这样 对不对 OK 这个呢 我们选择一个40度 OK 好 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或说选择45度都是可以的 好 这个做完之后 然后呢 我们这里的话 它有一个路径叠加啊 那么什么叫路径叠加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的 来 适当的缩小 路径叠加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相当于把这个变化给它 在同样的方向上面给它去延长了 看到没有 你看 那 搜短 是不是相当于延长了呀 对吧 好 这个我们先不管它 然后呢 包括这里还有一个定的变化 变化的话 它就是不断的波动啊 它它和这个延长也有一定的联系 但这个延长 它是把某一条线 它是每一条线 它都延长的啊 而这个波动呢 它是根据已经变化出来的 变化是已经根据变化出来的线条 它的延长啊 这个呢 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那么这两个 我们在这个案例里面就不用去管它啊 好 那这个就比较重要了 描边的宽度 描边的宽度跟我们一开始输入的这个文字的大小是有关系的啊 因为如果我们输入的文字大小比较小 那你这个一毫米的这个宽度 它其实就已经很宽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里呢 那通常可以慢慢的开始 比如说0.2 对吧 那你看0.2的宽度是这个样子 那你觉得太细了 我可以加到0.3 0.5 对不对 你看 那我觉得0.5 它绝对是宽了的啊 那所以说我们这里呢 选择一个0.3 0.3的样子 对吧 大概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来看 看一下这种效果 应该就会更加的明显了吧 对吧 是不是 那包括像这个啊 路径的叠加 你看啊 这里的话 我们不能够 那你看 对吧 路径的叠加应该能能能 看得更加清楚了啊 是不是 对吧 它是把它的 一些这个角度进行一个拉伸啊 拉伸 好 我们像这里变化 对吧 变化是有的拉伸 有的 有的往里面收 有的往外面凸 对不对 你看 对吧 这是它的一些变化啊 好 那这里的话呢 还有一个就是曲度啊 这个曲度的话 我们在这里呢 其实没看到什么反应 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说也不用去管它 好 那么这个变化的话 我们可以去调一下 这个变化啊 那你看 对吧 这个地方 这个变化什么呢 就是让它里面的变化 它有会一些扭曲啊 或是什么的 好 OK 你看 对吧 那这个变化的曲度是和这个变化有关系的啊 好 你看 那是不是 它让里面会变得比较的弯曲起来 那这个弯曲呢 我们不要太多 选择一个5% 或说10%就可以了 好 这下面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多一点 好 然后呢 这个间距的话 我们再 好 可以调一下啊 这个间距的话 我们可以看着来 好 比如说我这边 我感觉2太多了 选择个1.5 好 1.5 对吧 大概这种感觉啊 你可以预览一下 好 然后呢 这边的话 同样的也是变化 那它这个变化就是跟这个间距是有关的啊 跟这个间距有关 但这个变化它是往下方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这里我们不需要它往下方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你往下方的话 怎么样 这个字它的这个辨识度就变得比较低了啊 好吧 咱们总体来说是要能够干嘛 是要能够看得到这个文字的 好 那我们适当的再把这个变化也收一收 好 这个 我再把这个地方也收一收 是吧 好 1.2 给点 ok 大概这种感觉啊 大概这种感觉 好 0.2 好 让它也加一点啊 好吧 那基本上到了这个样子呢 我们就把这个 呃 一开始的这种效果 我们也给做完了 然后呢 直接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一开始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好 然后我们放大一点 啊 其实我感觉它这个描边还有点大啊 那我们适当的把这个描把这个效果呢 文字给它拉大一点点 好 这样的话 这个描边就不会显得特别大了啊 好 大概这种感觉啊 好 这个做完之后呢 我们选择它 然后呢 选择这个甜色啊 注意啊 选择这个甜色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 点击这里有个复制所选项目 我们复制几层 对吧 复制个两三层 然后呢 选择这个地方 我们去给它更改颜色啊 把这个颜色去给它改的好看一点 那你看 它这其实就有颜色了 对不对 包括这个 我们呢 也去给它更改一些这个颜色 好 不断去给它更改啊 直到呢 直到我们最终的效果比较ok 你看 对吧 它这里呢 其实已经有效果了啊 慢慢的 咱们去给它更改 好 这里呢 给它给它更改 选择个白色 好 这个地方 这个甜色第一行啊 呃 最上面这个这个颜色 我感觉它不是很合适啊 不是很合适 咱们呢 可以适当的去收敛一点 那你看 整体这个效果 咱们就给它出现了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选择这种方法啊 那么其实啊 这里面非常关键的一步 第一个就是这个 呃 风格化 涂抹这里面的这些参数的一个设置 你要让它尽量的乱啊 尽量的乱 同时呢 还要什么呢 保持它的一个可识别性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它既要乱 因为如果说你不乱的话 后面这种效果呢 它其实不会很明显啊 不会很明显 对吧 另一个的话就是要保持什么呢 保持它的这个 好 那我们这上面的话 还可以去给它改变一下不同的度 对吧 你看 那那上面的颜色不是完全的遮挡住下面啊 咱们把第一层的这个不透明度给它调整一下 好 然后呢 这里的话 咱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的一种叠加的一个模式啊 这都是可以去更改的能理解吧 那变量啊 变暗呀 或说什么的一个绿色呀 是不是 这样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更改的啊 ok 我们选择一个正常啊 好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颜色上面的一个选择啊 这个颜色上面选择的话 它会直接啊 影响到我们最终所看到的一个效果 那其实我这里的话就这种颜色的选择呢 还非常的草率 对不对 就是随便的调了几个颜色 对吧 那如果说你想要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话 那这里呢 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整啊 直到呢 调整到我们比较啊 调整到比较合适的这样的颜色 对不对 那其实像我们这里的话 调完之后还整体还可以啊 好吧 好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本节课所讲到的一个内容了啊 好 ok 那么咱们下节课再见 这里 咱们下节课是的 咱们下节课 咱们下节课 咱们下节课